八通关综合球类竞赛之一的桌球比赛 29号在玉里高中体育馆热闹登场 总共来自全县各地男女老少桌球好手统台较劲 赛事很精彩 竞赛场内两位选手一来一往相互攻防 作对厮杀场外队友以及观众的心情 也随着场内剑拔弩张的对战高低起伏 这是八通关综合球类竞赛之一的桌球比赛现场 玉里镇八通关综合球类竞赛 包括篮球、网球、棒磊球等赛事 在暑期期间的周末假日陆续登场 为单项球类竞赛人数最多的桌球比赛 今天在玉里高中体育馆热烈登场 玉里镇体育协会理事长吕李中 玉里镇长蔡秋龙也都到场位选手们加油打气 玉里镇长蔡秋龙也都到场上 八通关各项赛事举办超过十多年 理事长吕李中感谢各界鼎力支持玉里镇的各项赛事 为了培育玉里镇的体育选手 办理各项竞赛也提升了玉里镇的观光 未来也将会持续办理推动 提供在地体育好手有一个发挥的舞台 更提升玉里镇的运动休闲经济产业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